她是圈外人,要搞就搞我。TVB男艺人和老婆温爱,保护她27年。 说起TVB资深男艺人,黄志鲜。 你对她了解多少? 毋庸置疑现年已经50岁的黄志鲜,是TVB的资深实力派男艺人。 你看过她的几部剧呢? 是东西攻略的大反派信阳君。 还是雷霆扫毒里的恶毒反派潘瑟? 黄志鲜在1989年就加入了TVB,至今历经有29年的光阴,一生中大好的演艺生涯全部都留在了这里,做了多年的配角。 所幸在去年,她慢慢开始得到了TVB的力捧,尤其在今年,有博士早晨,翻升武林,士涵的法官阁下,单任第一,第二男主角,算是熬出头了。 虽然演艺生涯,还没多少起色,但她在爱情上早已低调幸福走过了小半生。 黄志鲜和一直任职做Odell的太太是小时候就认识了的,在黄志鲜20多岁踏入了娱乐圈之后,从来没有忘记她,两人在青春时恋爱了14年,结婚后一起走过了13年。 真的很难得,在90年代,千禧年后,香港娱乐圈就是一个充满五颜六色的大染缸,但黄志鲜却一直保持住低调,保持对爱情的专一,以及对演戏的热爱,就这样熬到现在,佩服佩服。 对于和老婆私底下的感情生活,黄志鲜一直都有做好保护工作。 黄志鲜曾经公开表示,他是圈外人,没有什么心理准备,面对记者,我老婆胆子小,还害羞。 我作为老公要保护好他,他是OL而已,不想引起太多话题,记者,要搞就搞我。 这一句话,相信到现在黄志鲜都奉行得很好,除了就这么几张和老婆逛街的照片,黄志鲜私底下的家庭和感情生活,在娱乐圈都没什么人关注。 如果不忙于拍戏,黄志鲜就是一个居家好老公,出去菜市场帮老婆买菜什么的,这哪是明星啊?就一个普通人而已,是吧?